美股连两天涨得近2500点 这是美股二月以来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红 因为投资人押保美国政府将会支持航空业和航空公司 市场振奋全都来自规模大约60兆台币的振兴经济纾困方案 专门政府和参议 达成协议之前 他和财政部长25号在白宫举行疫情说明记者会 不再开放记者问道保 多数时间只谈振兴方案 川普讲完就将记者会交给副总统彭斯 先离开记者室 接连几天忙着救世 川普被质疑他其实最想救的是自己的集团事业 因为有南白宫称号的海湖庄园已经关闭 他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五星级饭店 传出超过2200间房间空房 被迫资浅大部分员工 2018年营业额超过4.3亿美元的川普集团 更面临今年营业额可能暴跌 难怪川普的复活节前振兴时程被人质疑 要尽快结束危机封锁 有可能是假国家振兴之名将国会的巨额经济振兴方案 一部分用在资助挽救自家公司 记者彭新尼综合报道